我觉得这么多国家的大使 优先第一个选择来拜会韩国瑜 这代表是他的政治分量 因为其实在六都当中 我想过去是台北市 占了这一个得天独厚的位置 因为他是首都 所以各国的大使 其实跟这个首都市长 大概都会有比较频繁的互动 那大家可以比较一下 就是高雄过去 有没有这么热络的现象 就是说各国的代表处 这么急切的想要来拜会 而且希望达成某种程度的合作 所以我觉得在频率跟速度上 的确各个国家 其实他们住台嘛 也一定看报纸啊 打开电视也是韩国瑜 哇这个新闻也是韩国瑜 所以当然对这些大使来讲 他优先也会觉得说 这个算是很有分量的 不认识一下不行 对 很有人气的 我怎么样我也要写报告回去 我们国家说 对于台湾现在高度报道的 这个韩国瑜市场 我也去拜会过了 我也促成了 我们要什么时候 可以跟这个城市 来一个交流合作 所以我觉得 有这样子的事情发生 对高雄市民来讲 我要说恭喜高雄市民 这是一件非常棒的事情 因为借由韩国瑜市长 把高雄市政府 真的这样的能见度 是推向国际 就是在国际上面 也具有一定的能见度了 现在的高雄 已经可以跟台北 就是放在这个等同的位置了 我想这是韩国瑜效应 为高雄市民带来的一个 国际效应的效果 我们下期间的 我们下期间的